慢安 不让生命受苦 这乃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24出天介绍 9日天 又称日天子 报义天子 曝光天子等名 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住在太阳中 太阳里有他的宫殿 称为日宫 他在一年之中 循环于须弥山中腹 遍照四天下 及四大洲的百咒 他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 也由四天王管辖 十 月天 月天又称月宫天子 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 佛经说他是大师智菩萨的化身 大师智亦为宝吉祥 月天 月天既为大师智菩萨化身 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 月天住在月宫中 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陪侍 据说他有五百岁的寿命 关于月天的形象 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 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 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视为阴性 这样印度的月神 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 也女性化了 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 他的形象通常为 美貌后非装束 头冠中坎满月 月中献兔形 十一 金刚秘籍历世 金刚秘籍历世 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事迹而得名 经光明经记载 他是大鬼神王 与五百岁差 元都是大菩萨 为护持众生 保护佛法 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他行动十分敏捷 在佛教护法神中 以节己著称 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 得到佛陀信任 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 委托于他 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三门殿内 其形象较为特殊 一般为红色脸堂 怒气冲天 全身肌肉骨胀 静剑刚强 明代以前佛寺都只共一尊密集金刚 明代风神演义问世后 书中虚构的哼哈二将 取代了密集金刚 摩西守罗天 又名大自在天 是印度教重奉的主神 佛教收入摩西守罗天后 把他奉为十地菩萨 故他的塑像也为菩萨形象 头带宝怪 身着菩萨装 骑白牛 八臂三目 手持福子 灵 楚 举尺 地下常略去白牛 大自在天 主要为密宗重奉 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 他的诸种形象 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 十三 散之大将 又称密神 他原是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夜叉神 为北方皮沙门天 手下八大神将之一 他统领二十八部天仲 经常寻醒世间 赏善罚恶 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 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 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 面为红色 满脸怒气 手持祥魔楚 十四 维陀天 维陀又叫维坤 维陀天 维陀菩萨 维天将军 维陀本为古印度 婆罗门叫信奉之神 叫六面童子 原为战神 有六头十二臂 手持弓箭 齐孔雀 后被大乘佛教 吸收为护法神 维陀场下 被供奉于大雄宝殿对面 天王殿弥勒之辈 这与他擒贼护佛 立有大功有关 维陀是佛国中的神行太宝 以善走如非著称 佛教传说 在如来涅槃时 竟有个截击鬼 偷走了佛的两颗牙齿 维陀集起直追 抓获窃贼 夺回佛牙 于是 维陀担起保护世家灵塔 打退盗取佛谷之敌的重任 维陀像一般立于山门背面 执金刚处横眉堂木 警惕地注视着大雄宝殿之前的放塔 来取守护世家灵塔之意 维陀是中国佛教徒造就的 所以他是地道的中国武将打扮 维陀像面部英俊 金盔金甲 手执金刚处 威风凛凛 颇像赵云马昌一类著名的古代武将 一般有两种姿势 一种是双手合十 横处于腕上 直挺挺在立 一种是一只手 握处阻地 另一只手插腰 在佛经的眷手一般 可有佛像或佛陀说法图 而在眷尾 则常常可有围头像 15.监牢地神 又称地天或地神 是执掌土地及一切植物的天神 与主管上天的大范天神相对应 地神的形象十分独特 唐朝时为男神 有二臂和四臂两种形象 二臂形象是双手或宝瓶或拨 后来地神由男神演变成了女神 四臂形象是四手分别 持、连、剑、锄、秋四种冬具 手里持物又增添了鲜花、骨碎等物品 16.菩提树神 相传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修道时 菩提树神便以树叶为释迦佛挡风遮雨 保护他安心修道 顾名 他被认为是佛教最早的护法神 在佛寺里 他的形象特点是两手拿一树枝 打扮成年轻妇女的样子 菩提树本名碧波罗树 这种树为长绿桥木 叶子呈软形 金干黄白色 花引于花托中 树子可作念珠 由于它是佛教圣树 佛教国家信徒 尝焚香散花 绕树礼拜 沿袭成俗 17.鬼子母 鬼子母据传是五百叶叉鬼子母 故俗称鬼子母 他本为古印度民间传说的恶神 与散之大将结为夫妻 生了五百个小叶叉 专以小孩为食 危害众生 后被释迦佛所感化 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鬼子母皈依佛门后 偏重于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 据佛经记载 他能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为儿童除病消灾 能保护妇女顺利分晚 减少痛苦 鬼子母由此又被人们尊奉为 爱子母或爱子神 鬼子母传入中国后 除了为佛教徒作为护法神 重奉坏 还被民间当作 宋子娘娘 单独供奉礼拜 鬼子母在藏传佛教里也很受崇拜 密宗礼有以鬼子母为本尊的专门修法 称赫利帝母法 赫利帝母供 是祈祷妇女顺利生产的修法 修法时念赫利帝母真言经 赫利帝母真言经 记载其形象说 画赫利帝母坐天女下 身着天衣 头冠阴落 坐高台上 垂下两足 于垂足边 画二孩子 棒高台立 于二膝上各坐一孩子 以左手怀中抱一孩子 于右手中持吉祥果 十八 魔力之天 魔力之天原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天神 亦为阳夜 光夜 主要为密宗所传 相传它神通广大 常在日天太阳神前行走 日天看不见它 而它能看见日天 它有自己专门的法门 佛经中 称修习魔力之天法 或诵习魔力之天经 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 魔力之天的形象 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天女形象 或坐或立于脸化上 一种为愤怒形象 面红如日出之色 身着红色天衣 红色即表示愤怒 挂阴若 戴耳环 晚穿 腰细宝带 头上顶一宝塔 塔内有皮如遮纳佛 聚三面八臂 八手臂都持有物 左四手持无忧数之 绳索 弓 线圈 右四手持金刚柱 针 钩 箭 三面面下各异 正面菩萨脸 端庄慈祥 左面猪脸 尖嘴摇牙 右面童子脸 面目西秀 每面又各有三目 他坐在野猪身上 或坐于七头野猪拉的车子上 这位天神在藏传佛教里 影响很大 十九 缩截罗龙王 右面水天 原为印度婆罗门教天神 专门掌管水界 作为佛教的护法神 他专任西方守护者 也掌管水界 他主要为密宗所信奉 密宗还有专门供养水天的仪式 称水天法和水天供 其常见形象 为身青色 其余龟背上 由九个头 兼为龙形 又一种说法 认为水天为 缩截罗龙王 是佛教龙神中的大龙王 这位龙王还有一个女儿 叫龙女 缩截罗龙王的形象 常见为头线龙形 身着帝王服 研磨罗王 研磨罗王又称 研磨罗 研磨 双王等 研磨罗王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掌管地狱之主 一句废陀中 称他还有一个妹妹 叫阎密 兄妹同婚 成为人类的始祖 他后来来到地狱 管理他的子孙们的亡灵 佛教产生后 把他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 研磨罗王传入中国后 产生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 研王爷 研王在印度佛教中 本为单独一个 经过与我国民间信仰和道教信仰的融合 形成了十殿研王 而通常以十大研王的说法较为流行 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 也加入了研王的队伍 成了道地的中国研王 如范仲淹等 二十一 锦纳罗王 锦纳罗是天龙八部之一 其头上有角 故右鸣等飞人 他为第四天部下 负责演奏音乐 故为音乐神 这类神有男有女 男性为马首人身 女性则端庄美丽 男性常于演奏 女性常于歌唱 锦纳罗女演唱起来 不仅优美动听 而且还会产生魔力 大致度论也说 有五百星人 藤云驾步 在空中飞行 忽然传来了锦纳罗女的动人歌声 大仙们顿时如醉如痴 忘乎所以 道树一向失灵 纷纷从空中栽落成来 二十二 紫威大帝 紫威大帝又称中天紫威北极太皇大帝 这一神明来源于古代对北极星的崇拜 古人认为北极星是帝王星 他住在天上的紫威宫中 由此也称人间帝王的晋宗为紫晋城 道教吸收这些说法 尊居住在中天紫威宫的北极太皇大帝 为四域之一 其职责是协助玉皇大帝 执掌天经地委日月星辰和四时气候 因中国古代农业与气候的关系十分密切 故太皇大帝深得民间尊崇 23.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全称冬月天祈人圣大帝 是道教重奉的泰山神 他原也是我国古代民间信仰 道教吸收他后 说他是掌管人间生死之神 历代帝王对他驴与包风 民间信奉也十分普遍 各地还纷纷建起了供奉他的庙宇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他的祭祀日 24.雷神 雷神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斯雷之神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 雷泽中有雷神 龙头人参 古其父 太平广记引神仙感通记传说 雷公有兄弟五人 即天雷 地雷 水雷 射雷 又称妖雷 神雷 视为五雷神 今天在佛寺和道观中 雷神的形象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半人半兽 同头弄法 四人四鬼 披甲 手持披衫腹 另一种是人形 身着铠甲 面有瓷须 左手结硬 右手举锤 左脚踏骨 右脚做出脊骨的样子 总之 佛教护法诸天鬼神 是佛教神寺中最为丰富 奇幻的一部分 他们以护持佛法为指制 但有时也协助佛菩萨 做些化道众神的工作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 因所度化的对象不一样 观音菩萨可化现为 梵黄身 地识身 锦纳罗身等各种护法神 来辅度众生 佛教寺院所供奉的正规诸天 原不包含锦纳罗王 紫威大帝 雷神 冬月大帝等四位天神 总称二十诸天 简称二十天 由其紫威大帝 冬月大帝 雷神等三位护法神 本属道教系统 后来被佛教纳入诸天群中 在佛教征圣又互相融合的过程中 近代某些寺院将诸天演化成二十四天 后来也有些佛教研究认为 佛教应分清楚 主张佛教只有二十天 而不是二十四天 无论是二十天或二十四天 都是华人 儒教思想所重信的老天爷 人民相信 人间的一切祸福 终有天定 常言道 千算万算 算不到天一化 所以在佛教逐渐汉化的思想中 凡是天神 都尽为护法神 共同尊崇 因诸天秉持法王主蕾 寻行人间 以慈心福益 有德 讲善法恶 故而佛寺于每年正月初九 举行摘天法会 供养的对象 除了诸佛菩萨及天上诸神之外 还包含了地上众神和隆众 叶叉 前踏佛 阿修罗 迦楼罗 锦纳罗 魔侯罗切等 一切佛教的护法大众 除了感恩诸天菩萨的护持 同时也祈愿诸天菩萨 保佑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长久的祥和平安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时、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勇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僧财 僧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 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a date 斜线 sustain.hdm 新逢观圣地均飞升 元宵佳节吉祥日前夕 屏东庙云寺 即慈悲志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供佛摘天即恭送普门品 恭请 湛山法师、湛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诸法 日期2月13日星期日正月13 时间上午9点 地点 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洽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南投地区 新春起见 护国祈福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点灯、供水、现实供 招请及甘露诗时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领众 日期2月17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 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 普里镇中心路 23-10号 下旬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众教慈悲 赐贱基金会 大飞观音高藏 祝大家新年快乐 活命活活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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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迟灾过舞不食 阿弥陀佛 佛法之旅生命 也只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